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热 台北在昨天最高温已经飙破了37.8度创下的记录 而证明点更不排除 台北市将会出现40度的超高温 提醒您小心不要中暑了 不过您知道吗 晒了太阳之后马上就吃冰 马上吹冷气也可能会中暑 周医师就说了 乘一时的凉快会让体内的热气没有办法排出来 同样会造成中暑的状况 高温持续飙高突破37度大关 热得受不了 民众往往是以吃冰缺冷气作为消暑之道 可是您知道这样错了吗 你喝的冰水至少都是低于16度 这20度的温差你要用什么去补床 一些热的处理呢 它就会变得很慢 而且代谢就变得很差 所以说呢 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水分会积极在身体里面 所以你会觉得身体都肿肿的啊 或者是头昏脑胀的啊 在太阳底下晒到中暑的现象 在中医上称作阳暑 但上班族要特别注意了 晒完大太阳就直接进冷气房 体热排不出来 小心会得阴暑 在今明两天的天气呢 都还是比较高温而炎热的 那预计各地的高温都是在34到36度之间 那紫外线是会相当强的 受到青台雷马逊影响 周三之后气温会略降1到2度 不过一时还是提醒 在炎热夏天避免冰水改喝常温水 冷气的温度也别开太低 以防中暑造成免疫力下降 记得掌握起潘利勇台北采访报道